一个结束的解密游戏 在游玩过程中 不光要有丰富的小谜题 还要设置一个同览全局 贯穿史中的大谜团 它会让你置身于一个 充满机关与未知的神秘之地 而最终你也一定会发现 这里所有的秘密 海之呼唤中岛屿的设定 完美地契合了这些要求 你会去探索它充满谜题的场景 慢慢发现一个引人入胜故事的背后 那个赞满着美与黑暗的答案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这个流程四五小时的第一人称 冒险游戏的灵感来自哪里 洛夫·克拉夫特的影子 在岛屿上无处不在 既有超自然生物的回响 也有时不时受到 新之财扰乱的地貌 不过这并没有使之变成恐怖游戏 游戏加入了仅仅贴合 洛夫·克拉夫特风格的梦幻元素 以及吉尔默·德尔·托罗士的表现手法 整个风格深受水形物语的影响 同样以水为主题 基本上这是一个关于 我们能为所爱之人走多远的故事 我喜欢真爱 海之呼唤也一样 你越是深入故事与劫色 后面在两个同样深刻而凄美的结局之前 做出选择时就会越满足 然而海之呼唤也不缺乏冒险感 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 19世纪作家 如勒·凡尔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小说 随着你跟随游戏中角色丈夫哈里的手机 来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去发现她背后的秘密 而这恰巧也是一个古代文明遗迹残渣的时候 你会真切地感受到探索的乐趣 你扮演的诺拉 身患一种无法解释的怪病 为了寻找治愈的方法 丈夫哈里踏上了 前往南太平洋的冒险之旅 诺拉由曾经参演《看火人》 以及《行尸走肉》的配音演员 CC琼斯饰演 仅凭一己之力演绎了整个故事流程 与看火人一样 《海之呼唤》讲述个人故事的同时 也加入了合适计量的小谜题 总的来说 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故事 同时 游戏也通过对话 书信 甚至是闭话的手段 来解明额要的把它讲述了出来 既不会色 也不单调 尽管如此 整个故事并不是那么吸引我 而且有的时候 也确实无法留下足够的空间 来阐释或者是去探索 这就有一点像 在一场以你的开放式冒险中 时不时夹杂着 在博览会上冒险的违和感一样 对于冒险游戏来说 只要解谜设计的好 就算成功了 但是《海之呼唤》却不止于此 质量上乘的 不仅仅是表面的叙事和美术设计 它的游戏流程设置 也同样扎根经典 比如神秘系列 每一章都要解开一个主谜题 以解锁下一个章节 而这个主谜题也需要通过 解开繁多的小谜题 来发现破解方法 在游戏开头 都是一些很基础的谜题设计 但是当你深入岛屿中心时 复杂性会提升很多 有些谜题有着相似的机制 或是破解符号 或是按顺序 按下一系列不同的按钮 但是没有两种谜题 是完全一样的 随着游戏进度的推进 谜题的难度也不断提升 让我好好努力了一番 游戏的解谜过程 既不会让我感到太简单 以至于毫无挑战性 也不会因为过于困难 让我感觉自己是个木头 作为一个故事驱动的解谜游戏 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谁都不想在期待 故事后续发展的关键时刻 被解谜拖慢了脚步 这种平衡很难掌握 但是在海之互换 从始至终都做得不错 不断在游戏中 引入新的机制 以及探索世界的方式 不管是在岸上 还是在水中 每一种新谜题 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想法 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 是将一个巨大的休眠风情复苏 并通过它 演奏出正确的音阶 从而继续前进 同样 这些大谜题 总会给我们一个 诚意满满的回报 要么是在叙事上 推进大段故事进展 要么是从视觉表现上 来一场华丽的演出 每一个区域 都需要你来回不断出入 从而按顺序破解谜题 可诺拉走得并不快 所以时间长了 还是蛮辛苦的 尽管你还可以小跑几步 但这并不能改善什么 不过小岛沿途 优美而丰富的景色 则可确实减轻这种枯燥 每种生态都有它自己的趣味所在 热带雨林有宠明鸟提 而海难废墟 则是电闪雷鸣 狂风奴 每个区域的感受都不相同 也都与我们的世界不一样 但是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 吸引着我的注意力 这种美术风格 充斥着1930年代 海报和明信片的味道 丰富的色彩呼之欲出 这些矛盾的设定 让这个本该平静的小岛 可以充斥着神秘特别的建筑 和艺术元素 而不显得突兀 本质上 这种场景设计 很好的切合了海之呼唤的主题故事 在美景名胜之下 黑暗的谜团蠢蠢欲动 开发商Out of the Blue的开山之作 是对他所参考的游戏和电影的一次 华丽致敬 通过精巧的解谜和迷人的故事 海之呼唤成功地将这个小岛 以及在其中探险的角色 刻画得栩栩如生 借助经验的美术指导 以及杰出的角色配音 带给了我一场短暂 而又难忘的冒险经历 尽管角色缓慢的移动速度十分恼人 但瑕不掩瑜 如果你期待体验一次 有趣而动人的探险旅程 那么海之呼唤一定能够回应你的期待